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把这个我们刚刚学到的constraint optimization的技巧 应用到machine learning上 那这边我们讲一个在machine learning非常常见的application 叫做regression 那regression是一个非常fundamental的一个problem 那我们先介绍它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它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geolizability啊那接下来看一下说 那如果它今天可以写成是constraint optimization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解它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所谓的regression problem 那regression problem呢其实跟classification problem很像 你可以看到的是基本上我给的这个training dataset呢 是一个supervised的这个dataset 好里面有y 那x呢基本上是一个vector deweigh的vector好跟之前都一样 那但是这个y呢现在是一个real number OK好那在这个regression里面呢 因为这个convention的关系 我们对于这个x的attribute跟y的attribute 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x的attribute称为是explanatory的variables 那把y的这个值呢称为是所谓的target variable或者是response variable 那这个其实各位要知道是其实我们在讲所谓的explanatory variable的时候 其实就是attribute 那target variable其实就是labels OK好那regression的goal就是基本上就是找到一个function 跟classification一样就是such that它带进了x之后呢 所得到的这个output y hat那希望可以跟true label是一样的 或是越近越好 好那在regression里面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的一个example 就是比如说x是一家公司上市上贵公司的一个information 比如说整理的时间啊地点啊人数啊 那这个是他y是他明天的股票价钱 OK好那因为这个股票价钱是一个时数嘛 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做去predict这个明天这个股票的价钱 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regression的problem OK好那我们学过了很多这个models啊跟cost function 我们看过很多嘛对不对 所以各位不妨现在来想想看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given了这样子的problem 那我怎么样用我学过的或是我看过的这些model呢 那来定义一个新的regressionmodel 那定义完之后我怎么样来定义它的cost function 好那各位如果回想一下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学过perception啊或是etaline 对不对 好那etaline呢基本上是一个model 基本上它是一个很老的model 不过呢它有个优点就是 它明确的定义了一个model跟cost function 对不对 然后去link这个numeric optimization跟machine learning 这两个领域 好那etaline它的final的prediction function 是长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好就是w transpose乘上x去减掉b 然后取一个sin就是y 对不对 好那y的话因为我们在classification的时候 我们是要1或-1嘛 所以这边必须要有个sin 那如果既然我们今天的y只要是一个real number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个sine拿掉就好了 对不对 好所以我可以设计一个regression 就是w transpose乘上x减掉b 然后它就直接就是y了 OK所以我希望去认一个w跟b such that我可以做这样子的prediction 好如果各位同学想的呢 跟我讲的是一样的话 那就恭喜各位啦 这其实就是大家常常讲的所谓的linear regression 好 linear regression呢 基本上它的model呢 就是一群这个f such that fx呢 就等于是w transpose x减掉b OK好 那这边的话跟etaline很像 只差在没有一个sine 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 我们的notation变得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把b呢放到这个w里面 OK那像这个case的时候呢 就是w它会多一维 在它的第一个维度里面是-1 那x呢也会多一维 那它的第一个维度里面呢 会是1 那这样它们的内积相乘 或者说跟原本是一样的 那这边各位可能注意一下 好那有了这个model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cost function 对不对 好那这个cost function呢 基本上跟etaline是一模一样的 好 因为etaline在做training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并不去考虑那个function 好带sine之后的结果 它是考虑soft的字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的function 本来就是soft 所以我们在training的时候呢 会跟这个etaline的cost function 是一模一样的 OK好那这个 这个cost function呢 可以写成是一个matrix form 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x 它是column吧 把它躺下来 把它做个transpose躺下来 那就会是这一个 design matrix x里面的每一个row 对不对 好那这个sigma呢 就把它 把每一个row就变成这个sigma 就对应到每一个row把它叠起来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design matrix x 长成是这个样子 那一样我们得到一个y 就是一个label vector OK好那 那这只是复习一下 就是这个原则上跟 adeline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 这边的话 这边可能就会问了 那时候老师 如果是这样子的model 这样子的cost function 好那 到底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感觉上 adeline跟这边 好像我不大能够想象 这之间的连结啊 好那 各位不妨用个空间 用个几何的方法 去想这个问题 好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我的model f里面的每一个function 其实都是写成w transpose x 减掉b这个格式 对不对 好那这个形式呢 大家可以知道的是 在f的graph里面 在graph里面 好也就是说 在一个一个一个 多了这个 它的output的这个空间里面 这样子的function 其实是一个hyperplan 对不对 其实这个hyperplan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灰色的 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hyperplan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 希望它做的事情是 这个hyperplan带进x之后 它跟y的距离要越小越好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这个hyperplan 就是你带每一个x进去 那这个x的高度 跟hyperplan在x的高度 的差要越小越好 对不对 好 那你如果一起看 看全部的data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 我希望找到一个hyperplan 然后它的高度呢 跟每一个data的差 要越小越好 就是越接近越好 好 所以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 我去找一个hyperplan 然后我去fit 这些training data 所以fit就是说 我让它跟这些training data 的高度是越近越好的 所以linear regression 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的解释 好 那既然我们说 这个cost function 其实跟add-rline一模一样 那其实要解 就是代用我们之前 讨论过的技巧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之前 有讨论过 gradient descent 或者是newton method 都可以解这个问题 那如果各位用 gradient descent的话呢 这个是batch的 这个update rule 那所谓batch就是那种原本的 原本的那个考虑 就是全部的data 的gradient 那我们也学过这个 stochastic的 对不对 就是我一次呢 只带在算这个gradient的时候 我只算mini-batch的gradient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我们列出来是m 这个mini-batch size是1的时候 就是我每看一口就可以update一次 好那这个update rule 就会长得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都看过了 好那我们有了这个一个model之后 在train完一个model之后呢 接下来在testing phase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evaluate我们train的这个model 到底是好的model还是不好的model啊 对不对 好那这边我们就会有一个地方 跟classification不大一样 就是在classification里面呢 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个matrix是accuracy 对不对 原本上accuracy就是 e减掉你的错误率 好那这个错误率呢 基本上就是说 我predient的东西跟真的这个label呢 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如果是一样 就加1不一样的话 是一样的话我就不加1 如果不一样的话我就加1 对不对 好那这就是error rate 那accuracy是e减 error rate OK 可是在这个regression里面呢 我没有办法算accuracy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output是一个real number 那label也是一个real number 好所以没有一样或是不一样 的这个概念 那如果它是一样的话 那才算是没有error的话呢 那有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区分说 到底是差1的时候 还是差2的时候 还是差3的时候 那哪个是比较好 OK 好 那所以在regression里面呢 通常我们用的metrics 不会是accuracy 好 那有什么metrics呢 好 一个很常见的就是sse 就是sum of squared errors 这个其实 这一项 其实就出现在objective里面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cost function里面的那一项 其实就是要去minimize我的model 对training error的sse 对不对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定义带到这个testing dataset里面 那有了sse也有人用这个mse 就是mean squared error 那mean squared error就是sse的一个normalization 就是做个平均 就很简单 那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这个metrics 就是所谓的relative squared error 就是rse 那这个rse可以看到的是分子呢 就是sse 对不对 那分母呢 是y去减掉这个y bar 那y bar是什么 y bar其实就是y的平均 OK true label的平均 OK 所以分母就很像是y的这个variance 对不对 然后这个x的分子呢 是你的这个sse 好 那各位不妨来想想看 这个rse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 基本上是这样的 它有个关键字叫做relative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的错误率 好 所以它是拿你所称好的regressor 跟另外一个regressor的performance 去做比较 好 所以如果你把它想成 这个分母 是一个regressor的performance 那会比较好想象 好 那这是哪一个regressor的performance呢 这个regressor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永远predict 不管你给什么x 它永远predict 它的y的value呢 就是y bar OK 好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dummy的regressor 好 那你的当然会比它聪明一点 所以我们去看看说 你相对于这个dummy regressor来讲 你的表现有多好 OK 所以这个rse通常都是一个小一的字 好 那如果你不信的是大于一的话呢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用dummy prediction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不用自己这么辛苦去train一个regressor了 好 所以基本上我很少在实物上有人会看到就是rse是大于1的情况 我们通常都会是一个小于1的case 好 就表示你做的regressor会比dummy的还要好 好 那这个的话跟classification很像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有一个classifier 它的output的accuracy呢是小于50%的 那通常你不会看到有小于50%的case 为什么呢 因为dummy prediction dummy classify 它的accuracy就是50 什么是dummy classify 就是我predict是正或者是负的方法呢 是乱拆的 是丢铜板 OK 好 那假设这个丢铜板是一个fair的铜板 就是50%是正 50%是负的话 那我随便乱拆呢 我大概有50%的正确率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做的比乱拆还要差的话 那你就用乱拆的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就很少人会看到就是说 有这个accuracy会小于50的情况 好 那这边的rse也是这样子 就是rse的话 你跟这个dummy的regressor比的话 通常会比较好 OK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是rse这个relative 代表的意思是 你跟这个dummy predictor相比 你好多少 那既然它小于1对不对 好 那就有人定义了另外一个metrics 就是所谓的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好 那它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去1减掉你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rse OK 好 那我们通常会用r平方来表达 这个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好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做我们可以知道是 第一个 这rse因为小于1对不对 好 所以1减掉一个小1的值 那它通常会介于0到1之间 好 然后 然后这一个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呢 是越大越好 来 所以跟我们之前看accuracy比较像 好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metrics 是越大越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好 讲完了这个linear regressor之后呢 我们来提一下 所谓的polynomial regression 好 polynomial regression是这样子啦 我们回想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在做这个 大家先看下面这张图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考虑的是一个 一维的x 然后跟y OK 好 那各位看看这些data 这个黑点 好 大家可能会发现说 其实最好的方法 去找一个function 去fit它 不见得是找一个hyperplane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xy这个graph是二维的 所以hyperplane基本上就是一条线嘛 对不对 它不见得是找一条直线啊 对不对 我可能觉得 这个蓝色的线 比较好啊 对不对 那这个蓝色的线 是一个二次式的线 对不对 好 那我也可能觉得 这个黄色是比较好的啊 对不对 好 那黄色这条线是三次式的线 OK 好 所以换句话说呢 其实在linear regression里面 我们有一个assumption 是说我要fit的那些data呢 它的这个explanatory的这个variable呢 跟我的target variable 其实是 这个linear的关系的 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这个assumption不是true的话 那其实linear regression就不好了 就不会fit的很好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个需求 是我可不可以用比较高维度的这个polynomial 去fit这个data OK 好 那实物上来讲的话 这个ex呢 通常都是高维度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会看到这么简单的这个结构 通常这个 如果这个蓝线啊 或者是黄线在高维度的话 我们会称它叫做所谓的high order的polynomial OK 不过它的概念你可以想象 就是试着想要去找一个nonlinear的function 然后去fit data 为了就是可以capture到这个x跟y之间nonlinear的关系 好 那各位同学不妨想想看 就是你刚刚才学完linear regression 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去extend一个linear regression的model 让它可以做到这个polynomial regression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假设这个x它的维度只有2的时候 OK 换句话做就是x呢 它只有两个attribute se跟x2 那我们在linear model 我们在linear regression里面 我们看到的model 基本上可以写成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就是f呢 等于wtranspose乘在x加w0嘛 那这个w0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负币 对不对 好 那我也可以把它写成是scalar的form 其实如果把这个x里面的每一个variable 挑出来看的话 它可以写成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假设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二次式的regression 好 就是cojected的这个regression的话 那我们的cojected model里面的每一个f就可以写成是下面这个样子 对不对 OK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是我还是有这些w 可是呢 后面这个x的部分呢 可以有平方值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w0可以对应到什么 就是假设现在有x有两维的话 那这两维里面我c2取0 这边就是0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c2取1 OK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取一个出来 那分别前面就会有w的coefficient 那我也可以c2取2 对不对 好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应该不是c几取几啦 这个应该是说就是它可以出现 就是我要从这个两个里面重复挑两个出来 这样子 好 OK 那对于任何一个这个x在不同维度的combination 前面我们都会associate它一个w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各位仔细看一下这个projective model 不难发现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要做一个这个polynomial的regression的话 那 其实对w来讲 这个function还是linear的对不对 对w来讲 OK 好 那 我如果要做polynomial regression的话 那我只要把这个x的这些维度 这个红色的部分这些维度 补起来就好了 那这些维度呢 我又可以从原本的这个data里面的x跟x1跟x2 去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去把这些东西算一算一算出来之后 加到我的x里面 我其实对w来讲 其实我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linearmodel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在machine learning很常用的技巧 就是所谓的augmentation augmentation的意思就是说我对data去augment出一些新的dimension 然后我不改变我的model 然后我不改变我的model OK 对我的model来讲好像就没有改了 可能维度多了一点 但是我并没有去改这个 这个我并没有去求w平方啊w三方 它还是一个linear的model OK 那这是一个machine learning很常见的技巧 就是data augmentation 那它常常用来被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去transform一个linearmodel 让它变成是一个nonlinear的model OK 那我借由把这个data的维度多高一点 加高一点 那我虽然要解的variable呢 还是这个linear 可是linear对于我已经augment过后的data OK 所以对于没有augment过后的data 我的model就变成linear 对 那对于augment过后的data还是linear OK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augmentation 好 那 这边就有一个小作业 各位不妨自己回家练习一下 就是 当我今天做这个data augmentation的时候呢 好 我们可以知道是我们会要解比较多的w 对不对 虽然这个w呢 这个function对w来讲 其实还是linear的 但是我做完augmentation 我要解的这个w的个数就会变多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今天我要 for一个polynomial regression of order p 这样子的polynomial 去解这个w的话 那请问我要解的w里面的维度 有多少维呢 这个各位不妨回去想一下 好 那不过 直觉上来讲 你可以知道的是 这个应该长得很快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想象 如果是3 这个p如果是3 如果是4的话 那那个数字其实会长得很快的 好 好 ok